金铜将全身点燃 化为一团高温火焰飞到空中 飞机突然自爆 血肉洒满地面上的路人 玛丽和她的好基友安德鲁无不为之震惊 但排名第一的金铜出事后 沃特集团CEO因无法出手 为金铜制作的5000万美元周边 变得大发雷霆 只是新校长蒂拉宣传金铜长期滥用药物 导致精神障碍 董事会的老黑也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安德鲁上位 这阻止了对方的疯狂 玛丽因为美丽勇敢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他们被列为阻止疯子的英雄 相反真正与金铜作战的乔丹被忽视了 因为她的双性人身份不明确 CEO计划利用安德鲁和玛丽 经典超级英雄起源的故事 去赢得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青睐 结果第二天 玛丽惊讶地被告知 她已经在学校排名第八 成为学校成立以来 第一个进入前世民的新生 安德鲁则被校长列为第一名 而作为死去老逼登的助手乔丹 却从第二名调到了第五名 她来到追悼会现场 然而那些学生利用这个追悼会 作为他们自己的炒作现场 这让她很难过 因为老逼登是学校唯一位 不歧视自己的教师 随后学校社交媒体主席也找到了玛丽 不仅送她最新款的安分手机 还说她的房间里安排了 很多沃特的高科技产品 玛丽有点困惑 她只是才第八名 另一方解释说 大学排名不仅是根据超级能力的力量 而且是根据人才技能 品牌知名度和社交媒体提及量 这些元素来决定的 玛丽以抗击金童而闻名 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粉丝 就这样玛丽和安德鲁 开始参加沃特集团主办的各种活动 谈话中安德鲁说金童临死前 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但她还是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安德鲁一直认为金童很聪明很理性 现在她做了一些事情来杀死老逼登并自杀 这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她也不相信官方所说的药物滥用 所以她最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 一起调查真相 但玛丽说她只认识金童一个晚上 而且金童当时还想杀了她自己 并不想管这件事 安德鲁指责她利用这个机会爬上去 玛丽问她是否知道老逼登 因为叶总辉那时不得不开除自己 这显然是安德鲁不曾想到的 她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 而安德鲁有她的董事会父亲 每个人都会为她做掩饰 但玛丽只是一个没有背景 甚至没有亲人的小角色 虽然她为朋友的趋势感到抱歉 但不要因别人的一腔热血 把她牵扯进去 玛丽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打击罪恶的课程 这让乔丹非常不满 她当时为保护玛丽和金童开战 现在功劳全归她了 玛丽早就不满她以前把自己拒之门外 让她不要烦自己 谁知道乔丹又变成了一个男孩 打了一张情感卡 说在学校里只有老逼登和金童 关心她的双重性别身份了 现在两人都死了 她彻底变得孤苦伶仃了 她请求玛丽在晚上的直播采访中公知于众 而玛丽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于是点头答应下来 看着媒体指责金童的父母 指责他们培养了一个杀手 玉女和安德鲁对此都非常不满 他们想为朋友和男友讨回公道 期间因为玛丽当初与室友爱玛发生争执 偶遇了学校中的一个小迷妹 两人一起哈烟 一起吐槽内鱼的混状 好似相伴多年的闺蜜一样 情到深处 爱玛向她吐露心声 原来长久以来 自己都得靠催吐才能变小 但这件事外人都不知道 小迷妹也向她保证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与此同时 玛丽第一次被邀请进入新校长蒂拉的办公室 首先她向玛丽表达了 对她勇敢举动地赞赏 主动放低姿态 试图与她交流内心 但实际目的是为了与玛丽拉近距离 好方便日后靠她向外界拉到资金 这一方法也赫然奏效 玛丽说出了自己想成为超级英雄的真正原因 就是找到被收养的妹妹 重新与家人相聚 校长听完觉得很欣慰 表示之后一定会帮她实现这个愿望的 可等玛丽走后 校长偷偷来到学校底下的监狱之中 担架上被牢牢架住的 正是金童的弟弟珊姆 原来一直以来 校方都在秘密拿一些超能力者 做人体实验 而备受折磨的珊姆已经逃跑多次 可每次都难逃魔爪 不过安德鲁等人将揭开这场惊天阴谋 当他们来到金童的房间时 他们发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了 现场充满了漂白剂的味道 这让他们越来越怀疑朋友的死因 当他经过父亲的雕像时 安德鲁突然想到了金童死前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他来到父亲的雕像下 融化金属后 他从内裤中找到了一部手机 里面的金童显得非常慌乱 说当有人看到这段视频时 他可能已经搞砸了 并说他的弟弟珊姆并没有死 而是被关在了学校地下 一家可怕的树林医院 他们对自己和弟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其中就包括死去的老逼登 如果他失败了 请看视频的安德鲁救出他的弟弟珊姆 这段话信息量太大 让两人面面相去 据说金童弟弟珊姆在医院死于精神分裂症 他现在怎么能说他被关在学校的地下 就连玉女也怀疑男友金童 是否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 但俩人暂且想不出个所以然 只能从长计议 到了第二天 准备去上课的爱马 看着路上行人对自己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 随即就在手机上 看到了先前还自称好闺蜜的小妮妹 在自己的油管频道 大肆揭露爱马的黑料来为自己赚取流量 表面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但背后还是靠录制剥削女性的擦边视频 来迎合自己痛骂的男性凝视 气不过的爱马当即过来 找他对质 谁曾想这人世纪败露还在装 这下好闺蜜真变迪秘了 很快到了采访时间 安德鲁穿西装打太着急赶往礼堂 在地缝中看到了一块肉 他在想到好机有精头 也不顾采访即将开始 便转向老B登办公室 用自己的超能力破解密码黑进电脑 这才发现了山姆的档案 那人就是那天晚上帮助保安抓住的男孩 等他一拍完照 门就被一群鹤枪实弹的保安踢开 把桌子上的电脑拿走了 安德鲁就悄悄地跟着 另一方面 演播厅内无法与安德鲁取得联系 不顾父亲老黑的阻拦 就把安德鲁的椅子给撤掉了 这场采访也就成为了玛丽的独家秀 然而在开始之前 主持人谈到了采访她妹妹的过程 这一下子把玛丽给震惊了 连忙向对方追问妹妹的联系方式 但妹妹却拒绝与玛丽有任何关系 这让上台后的玛丽恍恍惚乎 甚至一度忘记了主持人的存在 一直愣在台上 差点造成演出事故 这让她在最后关头 还是没能说出乔丹的真相 一番挣扎后 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为了找到妹妹 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事后她还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 质问对方是否一早就知道妹妹此事 却瞒着不告诉自己 校长听完把玛丽当作孩子一样搂在怀里 一边安慰对方 一边表示自己也不知情 另一边跟踪的安德鲁发现 带着面具的保安来到学校的秘密角落 不由分说就杀死了路过看见的工作人员 对方进入加层房间后 他打算上前查看 却被另一个人发现 安德鲁用自己的能力击落了他手中的枪 但对方却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仪器 里面的声音瞬间让安德鲁失去了抵抗力 但没一会儿 对方的同伙突然来了 让他停下来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当他感到惊讶时 玉女突然出现控制了他 原来是他用心理控制的能力操纵了他们 但玉女也因为过度使用能力而抽搐昏倒了 而V世代第二集的部分到此就结束了 从目前俩集能够看出 V世代依然延续着黑袍纠察队那种 大尺度毫不避讳的风格 以超音题材为影子 实则是无底线的嘲讽家揭露好莱坞 乃至世界上大多数娱乐产业的黑幕 而V世代这次则将视角放入了 洋溢着更多青春荷尔蒙的大学校园 打算从超音的起源开始讲述 描绘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堕落到那种程度的 一方面不仅契合了 黑袍纠察队的核心观众群体 也就是那帮整天捧着手机 刷个大热门话题的V世代 而且最可怕是 即使主创在剧集中加入了 各种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讽刺V世代 以及背后的网红经济和消费主义情节时 观众对此依然乐此不疲 表示这样的内容再给我来试惊 不够看 根本不够看 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全球大火的 女性主义商业电影八笔 不管荧幕内如何反男权 如何反资本主义 但实质上 这类的热门议题 也会被相关的董行的资本大佬加以利用 最终被包装成一份精致的 高糖高热量的简直大餐 投资方靠生意赚的盆满钵满 观众享受了主义获得了内心的救赎 只可惜不管是电影还是剧集 终究还是难以改变这个牢固的社会制度